今天是2024年2月26日,星期一 我们继续学习《清静道论》第104页 我们来看看《清静道论》里面的一一思法 这是《清静道论》第三 说取《页处评》里面的段落 大家来看 如是因之同于此利 舍与阿舍里,亦作此说 尊者,我今把自身贡献于你 如果不如是舍弃自身 则成为不能责备的、顽固的、不听劝告的 或不咨询阿舍里 谁自己所欲,要到那里就去那里 这样的人,则阿舍里不予以财师或法师 亦难学得奥秘的典籍 这里就是强调要把自身贡献给阿舍里 这就是从身体到精神 完全服从于和尚 服从于师父 这就是一一思法 龙泉士的一一思法也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巴黎律帐里面的一思 这是巴黎律典里面的一思法 大家看 要对师父具有最上爱尽 最上信心 最上禅 最上慰尽 最上休息 只有具有这五种特质 才能算得上是好弟子 如果不具有这五种服从性的品质 就可以并除 这就是巴黎律典里面的记载 是有律典的依据的 我们再来看学成法师和弟子的短信 身心是谁的 就是说要从身体和心灵两方面 完全服从于师父 这是佛教里面的根本伦理 并不是龙泉士 并不是学成的独创 这是佛教里面的基本伦理 你是谁的 就是说从身从心都要服从于和尚 这就是培养奴性 后来在大乘阶段提出的众生平等 其实就是一个噱头 是大乘的佛教徒 为了迎合世俗的平等的伦理 从大乘少数经文里 断章取义 摘取众生平等的说法 来迎合大众 来进行宗教传销 不得已的做法 因为等级伦理在现代社会 已经是被人所唾弃的 为了迎合世俗 所以再提出众生平等的说法 其实这就是一个噱头 这种众生平等的说法 在巴黎语经文里面 是完全没有出现过的 佛教本质上推行的 就是奴化教育 就是等级伦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